《上门龙序》第2912章 全都见一遍 此时的安东尼奥和阿玛拉莫维奇 已经不敢再对叶晨有任何忤逆 于是 两人立刻遵照叶晨的要求 各自将自己的手下与家人支开 还没到十分钟 这些人便都从扎诺家族的庄园撤了出去 叶晨放出灵气查探 见整个庄园确实空无一人之后 便对强仔说道 强仔你去把车开到门口 好的叶先生 强仔点了点头连忙离开酒窖 叶晨又看向安东尼奥和阿玛拉莫维奇 淡淡道 你们两个赶紧起来去门口 安东尼奥看着自己的废腿 哽咽道 叶先生 我走不动啊 是啊叶先生 阿玛拉莫维奇也一脸颓然地说道 我也走不动 我的右腿疼得钻心 站都站不起来了 叶晨冷声道 你们两个 一个断的是右腿 一个断的是左腿 两人刚好搀扶着一起出去 既然当不了岳父和女婿 起码还能当一对相互搀扶的兄弟 朱利亚看不下去 连忙想将父亲搀扶起来 叶晨却开口警告道 你不要插手 朱利亚不愤地质问 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他们 叶晨反问 这就叫折磨了吗 说吧 他指着身边那中世纪样式的刑架 问他 要不要让你爸给你介绍一下这东西 平时都是怎么用的 然后再把它用在别人身上的那些招数 都在他身上演示一遍 给你看看 朱利亚还想反驳 安东尼奥已经吓得脸色惨白 他连忙推开女儿 紧张地说道 朱利亚你不要帮我 我自己可以站起来 说吧 他一条腿勉强站立 艰难地跳向阿曼拉莫围棋 阿曼拉莫围棋 此时也生怕叶晨再对他们下手 赶紧单腿跳向安东尼奥 两人抱在一起之后 相互用身体支撑着彼此 才算是勉强站稳 叶晨没再理会朱利亚 迈步向外走去 安东尼奥与阿曼拉莫围棋 也赶紧抱在一起跳了出来 朱利亚一路跟在后面 带四人出来的时候 强载已经将车开到了庄园的门口 叶晨把安东尼奥 以及阿曼拉莫围棋塞进后排 随后自己来到副驾驶 一边拉开车门 一边对跟在后面的朱利亚说道 你不用跟着了 去找人把酒窖的尸体处理一下 另外告诉所有杂诺家的人 以及阿曼拉莫围棋的随行保镖 谁敢上门替他们两人报仇 我格杀勿论 朱利亚紧张地问 那我父亲今晚还能回家吗 回不了了 叶晨开口道 他今晚就在唐人街 明天就上船去叙利亚 朱利亚忙道 总要让他跟家人告个别吧 叶晨点点头 开口道 放心 明天会让你们跟他告别的 你等通知吧 说完 叶晨坐进车里 对强仔说道 开车 强仔一脚油门 叫车飞快使离扎诺家族的庄园 朝着唐人街一路驶去 而与此同时 唐人街的烧鹅店里 那五名燃烧天使的成员 还在陈兆忠与尼大尾的看守下 一动也不敢动 他们此时寄希望于自己长时间没有回去 老大以及其他同党会意识到问题 然后抓紧时间派人过来把自己救走 但是 他们心里也清楚 短短一两个小时不回去 老大也不会有任何怀疑 要想让他起一心 至少也要等到明天一早 就在他们心中盼着奇迹发生的时候 大门忽然被人推开 五人一脸期待地看向门口 却见他们最不想看到的夜尘 迈步走了进来 而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后面还跟着两个抱在一起 相互用一条腿蹦蹦跳跳的怪人 不过 他们很快便看到 这两个怪人之所以如此奇葩 并非是因为真的奇怪 而是因为 他们两人的另一条腿 都不断地流着鲜血 仔细一看 就能看出 两人都受了枪伤 而这个时候 五人中的首脑 眼尖的威尔 约翰逊 忽然认出了其中一个断腿的人 他惊骇无比地惊呼道 扎 扎诺老大 另外四人一听这话 一个个也是瞪大眼睛 下意识朝着威尔 约翰逊看着的方向看去 这一看不要紧 四个人都吓得魂飞魄散 谁能想到 他们老板的老板 纽约黑手党的老大 扎诺家族的画室人 安东尼奥 扎诺 现在竟然如此狼狈地 登在夜城身后 来了这家小小的烧鹅店 要知道 这可是整个纽约 实力最强的黑手党大佬 就像是纽约地下王国的皇帝一般 而现在 这个昔日里风光无限 全力通天的地下皇帝 如今 却成了一个狼狈的俘虏 这种反差 简直惊爆所有人的眼球 你大为此事也看傻了 他当华邦老大也有些年头 但华邦在整个纽约的底层帮派圈子里 甚至也只能算作最底层 完全就是底层中的底层 对安东尼奥 他早就如雷贯耳 而且在他的认知中 自己连向安东尼奥俯首称臣的资格都没有 可他哪里又能想到 安东尼奥 此刻已经成了夜晨的阶下囚 安东尼奥也没想到 在这里竟然有人认出自己 他眼见对方皮肤有黑 而且看穿着打扮 就知道 一定是帮派成员 心中立刻意识到 这人应该就是自己 麾下那些外围帮派中的一份子 想到这里 他又不禁联想到自己今日的遭遇 若不是这几个不长眼的王八蛋 收保护费 收到了夜晨的头上 自己也不可能遭这种非人的折磨 心中 灯石器不打一出来 他已然忘记了自己现在的处境 看着威尔 约翰逊 咬牙切齿地骂道 你这个婊子养的 你老大是谁 谁让你来唐人街收保护费的 瞎了你的狗眼 竟然跑赶到这里放肆 威尔 约翰逊没想到 自己心目中的偶像 自己老大的大老板 竟然一开口就辱骂自己 心里自然委屈得很 只能信信道 扎诺老大 我是燃烧天使的威尔啊 我的老大是丹尼尔 是扎诺老大 你让他拿下唐人街 以及曼哈顿下城的 所以他才把唐人街这块地盘交给了我 我们都是寿您之命啊 安东尼奥心底一慌 这才想起 是自己亲自给燃烧天使 以及其他的外围帮派 划定了势力范围 并且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 将自己划给他们的区域 彻底肃清占领 而唐人街这块地方 也确实是分给了燃烧天使 换句话说 不管这个区域自己分给了谁 对方都一定会找到 这家烧鹅店 也都一定会因此而得罪叶尘 于是 刚才还怒不可遏的他 瞬间哑了火 左顾右盼得不敢再说话 叶尘见他开始装傻 一耳光抽在他脸上 冷声道 瞧你那个怂样 真给西西里人丢脸 安东尼奥挨了一耳光 却只能满脸惭愧地说道 对不起叶先生 都是我的错 叶尘冷声问道 燃烧天使的二当家是谁 你知道吗 知道 安东尼奥解释道 二当家是迈克 和丹尼尔从小一起长大 叶尘冷声道 打电话给丹尼尔 让他带着那个迈克 立刻到这里 来见你 说吧 叶尘又道 今天晚上 我要把你下面所有的帮派头目 以及二把手 全都见一遍 我会打开 我会打开 然后我会打开 一遍 我会打开 你